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斯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五 今天是我们放假前的最后一天 今天的A股的这个行情走势 可以这样说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下午的时候直接拔起来 为什么?因为我们开会出了非常多的政策 为什么在节前的时候突然出这个政策 而这个政策又有哪些行义 等一下我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一下 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政策是白出的 而且这个政策在这个十点上出的这个政策 就说明单下的行情 单下的经济就需要这些政策去稳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政策我们把这所有的政策拉过来 可以看到里三层外三层的对吧 但这个政策实际上前后只说了七个内容 而这七个内容跟我们股市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讲A股就是观察整个经济的一个窗口 你把A股的这个情况搞清楚了 实际上对整个经济你都有一个动视 而影响A股的就是我们这些政策 那我们从A股看政策再从政策看A股 你互参一下 你就大概其知道单下的情况 我们首先要看 今天的这个政策当中一共七条 第一个最重要的跟我们有关系的 跟我们普通跟我们六亿基民 两亿股民有关系的 说了一句话说资本市场股市汇市债市要平稳 不能够大起大落 系统性风险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 有这样的级别的会议说出来 有这样级别的人说出来 那么对于单前的宏观系统的风险 产生这些恐慌历历在目啊 人家是很清楚的 那告诉你 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不能够发生系统性风险 因为首先我们讲 外围现在没有稳定 我们国内的疫情没有稳定 而且我们的这个 俄乌战争没有稳定 美国的加息没有稳定 包括我们现在讲 欧洲和美国都有可能会陷入到危机当中 那么这种恐慌 如果在指数上的这个恐慌 在股市的指数上的这恐慌都杀不住的话 那么这个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层面上主要是内心的一些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讲疫情影响这种增长 战争引发这种通胀 美国加息引发资本外流 这些问题实际上 对我们内心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这一句话就削减了你对宏观上 这些问题的疑虑 就告诉你在这个位置我能护住 对吧 第二个我们讲引导平台经济 所谓平台经济嘛 就是我们讲的美团京东 对吧 这个阿里等等这些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前一段时间 可为整个股市的恐慌做出了巨大贡献 大家知道吗 前一段时间美国在搞一个什么 中概股回流 他们呢就跌的跌凉不认识 对吧 砍掉70% 80%了 现在突然说要维稳这些经济 为什么 这里面原因是因为第一个裁员太厉害 这些公司确实在裁员 裁员的非常多 要保就业 第二个平台公司如果能够转向 科技的研发 以他们的钱 以他们的人才 是完全可以走向研发这条路的 对整个经济还是有正面贡献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稳定平台经济 稳定科技指数 香港的恒生科技指数 今天的恒生科技指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指数 涨了10% 强吧 那告诉大家 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市场 都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 就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推动啊 这个平台经济的这个事情 实际上对恐慌 杀住这个当下的恐慌 有非常多的意义 这里面再往下讲的 可能就是民生问题 可能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 那么有很多人就问了 说这玩意儿能不能 我们现在可以买点腾讯 买点阿里这些东西啊 我跟大家讲 平台经济呢 接下来很有可能 就当做民生企业 除非你转移成 这个谷歌那样的 转移成亚马逊那样的 高科技企业 否则的话 你就是一个民生企业 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这个垄断的情况 还没有完全解决 所以这个里面 里面还是有很多坑的 所以这个地方 只是告诉你规范发展 并没有说哪些公司 就一定未来会有未来 有很多 这个搞快递小哥的这些 像这些公司 对吧 我觉得怎么说呢 大家仔细想想 其实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它除了垄断有竞争 其他的没有什么竞争力 第三个 房子的事 房子炒房子这事 大家别想了 可以死心了 依然是房住不炒 那有很多人说 那个房住不炒的话 那各个地方 为什么又放开了 这个东西呢 可能是地方增长 有些需要 所以他才放开 全面性的炒房子 房地产大幅度的上涨 就从这个政策的核心上来讲 没有出现 所以大家对这一方面 就是说 投资性买房产的 手上还有钱买房产的 我估计跟楼市 也跟股市也差不多 未来你也不定挣钱 第四个大家可以看到 稳住外贸 外资的基本盘 这个事情 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的 这个人来讲 中国人来讲 意义特别巨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三架马车 就是外贸 这个投资 还有我们的消费 现在消费和基建 我们目前为止 国内啊 还基本上是可以刺激的 但这个外贸 人家的这个需求 这个不容易控制 但是目前为止 大家可以看到 人民币采用了一个 大贬值的这个状态 今天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 直接冲到了六块 这个六毛五 对吧 这往六块八冲 应该是没有啥问题的 还要往上贬 为什么 刺激出口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要把外贸给稳住 而且还要把外资给稳住 不要让它大规模流出 现在其实美国 是有些牌可以打的 你比如讲 突然把这个外资 转移到这个东南亚地方去 对吧 然后比如说印度 对吧 跟它修好 你说这个对我们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稳定外资 稳定这种信息 意义特别巨大 第五个 大家可以看到 发挥经济内循环作用 牵涂 而且还有是牵引带动的作用 那为什么 我们讲 这一次 你别看美国 这年涨得很欢 昨天晚上美国 涨了3.48% 实际上美国的很多 诸多特征 如果从月线的角度来看 已经接近于 危机 就是2008年 进入危机的那个前兆了 很多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很像 那为什么 它现在还在顽强抵抗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国第一季度的 这个GDP增长 已经出来了 对吧 负的 还往下下降的 竟然它的股市 还能够反弹 为什么 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市场还有资金 资金最后的余温 在发挥作用 还有最近的 这个欧乌战争 把欧洲的资金 给抽水过去了 但是不代表 这种东西 对吧 就一定能够 能够维持它多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A股 出了这一系列政策 维稳整个经济 实际上 也是在为接下来 有可能发生 重大的金融 国际上的金融动荡 在打好提前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为什么说 很多人讲 能够扛得住 这一次经济危机 你看很多经济学家 包括我们的 这个上层 一些领导人 都在说这个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内循环 我们内循环 足够强大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完全 可以抵抗住 外来的这个问题的 所以大家注意 现在这个内循环 就是消费 接下来也是我们A股 也是我们A股当中 重点要研究的部分 我在文章当中 前后也跟大家 讲的非常多 就关于消费 还有基建的一些事情 大家具体的一些东西 大家看一下文章当中 所讲的 那么第六个就讲 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前后 如果大家看索文斯的文章 或者看索文斯的视频 我前后讲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基建 具体的一些标题 我都在文章当中 讲的很清楚 对吧 那么其实这一波 走的还可以 并没有亏损了很多 这两年又回来了 这是今年资金 最减重的地方 而且是 就是用它来拖住 整个经济的 就是在 让它来拉经济 对吧 来维稳住 整个经济的基本盘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来讲 今年很有可能会出现 比较牛的股票 这两天 浙江的那个 又开始出现 这种机会了 对吧 所以大家仔细看一下 第七个说减税和退费 还有各类的政策工具 大家注意了 这个运用政策工具 和减税降费 你看上去 好像是一个不起眼的政策 但是你也知道 美国从疫情那一波 拉起来的 为什么能够 把它迅速拉起来 而且特朗普 在打贸易战之后 当中也出了恐慌 然后特朗普 怎么拉起来的 就是这个减税和降费 就是这个减税和降费 因为你把税减了 企业的利润就厚了 其实的利润就厚了 业绩增长了 你想想看 这个企业它就不会往下砸 对吧 那么货币政策这个东西 那更厉害 如果货币上运用 对吧 那么在我们单前的这个情况来讲 美联储 你比如说上一波 美联储充当最后的贷款人 而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已经完成了第一次 国内今年完成了第一次的这个降准 接下来还有可能继续会宽松 所以从这个六个角度来讲 这七个角度来讲 对A股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一个解决了整个心理上的恐慌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大幅度的反弹呢 我大概率认为 在这个点 3000点是中国的中国经济的脸 在这个点上 大概率来讲 下周还有一波反弹 因为你政策的力度在这地方 那反弹起来还是不起来 主要还是看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9600亿 看下周能不能突破1万亿 在节中的时候 有可能还有政策会出来 所以大家关注索文斯的这个东西 我呢会把有信息出来的 因为我们信息来的比较快 我会在这个各个平台上 我在平台上会发给大家的 大家注意一下 第二个大家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各种的黑天鹅 还会不断出现 比如说俄乌战争 导致了整个欧洲经济会出现问题 导致美国的经济会出现问题 美国经济会陷入到这个 那个金融危机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已经是通胀 它必须得要去加息 你如果加息的话 如果对中国没有影响 中国完成了内循环 把外资给封住了 那你想啊 对它来讲 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你没有资金再去外援它了 所以还有可能会黑天鹅出来 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疫情加息战争三大因素 依然是交织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默默的练内功 那么对于A股来讲 A股最主要的 我觉得还是在国企的这些 能够对经济起到支撑性的 这种作用的 这种类型的公司 有可能才是我们接下来观察和研究的重点 那具体的一些标记的话 或者在这个市场当中 到底是怎么去玩的 那大家如果对股市有兴趣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文章当中前后所讲的东西 好 今天我们重点就讲到这里 大家关注索文思的文章 关注索文思的视频 如果你手机有点的话 长按点赞键 点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